珠海航展开幕倒计时6天 国产Y20大型军用运输机抵达珠海 该机采用低可适度涂装 通体深灰色除了Y20之外 J20和J20都有望在珠海航展上亮相 J20家族全体到位指日可待 过去J20的露面都是在空中 或是通场飞行 或是进行飞行表演 本期航展J20大概率还会出现进行飞行表演 不过更值得期待的是 J20可能会进行飞行表演 的地面真机静态展示 目前轰6K也已经抵达珠海现场 中国空军已经正式迈入战略空军门槛 第13届珠海航展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幕 此前空军发言人申敬科大校表示 将在本届珠海航展上 集中展示空军推进战略转型 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就 这预示着本届珠海航展上 将有许多新型军用飞机亮相 有许多甚至是此前从未公开的 9月21日 一架特殊型号的歼16战斗机 抵达珠海航展现场 除了歼16以外 一架出现在珠展现场的 新型隐身飞机 也引发大众关注 虽然这架飞机身上盖有蒙布 但是透过蒙布的线条轮廓 外界仍然能为这架神秘的飞机画像 首先可以确定 这是一架采用微型尾翼 加边条三角翼 加压翼布局的飞行器 这与歼20隐形战斗机的结构高度接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